第一个被评鉴为五星的市长 而且今年又蝉联 也是六都唯一蝉联五星市长 非常感恩 也非常感动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执政以来 我们都希望说 把市民当作家人 那把台中市当作一个大家庭 那把市民当家人 照顾 把这个台中市当作自己的家庭 一样在守护 这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心甘情愿不求回报 不过很感动的是 这几年的努力 那市民朋友有看见 所以给我们好的成绩 那给我们鼓励 所以妈妈市长感受到市民家人的温暖 也感受到市民家人的鼓励 妈妈市长跟他的团队 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回报大家 市长怎么看 现在好像是要跟这个韩院长 有人说要跟韩院长结盟 已经跟这个江副院长结盟 要利拼党亏 不好意思 上班时间都不会谈党务 这个时候五年半以来 之所以受到市民的肯定 就是因为我谨守分计 上班的时间就只谈市政 不会谈党务 也不会谈选举 也不会谈政治 不好意思 另外想请教 这样子我们已经透过管道邀请 大家都知道台中市地理位置 适中让人才丰沛 而且气候良好 所以是最适合设厂设公司的地方 所以呢 包括全台最大的外资美光 就是在台中设公司设厂 那另外呢 台积电除了原来一期 在台中市有三个厂以外 现在也要加码二期有四个厂 所以从全台湾最大的企业 台积电以及最大的外资美光 都落脚在台中 大家都知道 那台中就是企业 以及相关的设厂的首选 美光跟台积电就是证明 再加上全国最大的夜市 冯甲就在台中 这是这个大家很喜欢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首选的 这个设厂设公司的地址 再加上我们有全国最大的夜市 那所以呢 我们也会向这个回答表示我们的 我们已经透过管道 表示我们的这个欢迎之意 谢谢 市长长请教下现在台 我们下期再见